姑姑是位老姑娘 56岁的年纪 找了位有退休金的老伴 结果40万的存款 全部打水漂了 有时婚姻并不只是 年轻人重要的事 晚年的婚姻 也同样充满了 各种的可能性与难题 而这些问题 相比起年轻人的婚姻 有时更令人感到头痛 例如那些老年重组家庭 他们没有自己的儿女 却也希望晚年 能有人愿意照顾自己 这样的情况下 很容易受到 对方子女的控制 发阿姨年轻时 长得极其漂亮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她的眼光极其的高 面对重波的追求者 她也是挑三拣四的 一来二去的 就将自己给剩下了 成了家里的老大男 如今56岁的她 好不容易迎来了 自己的爱情 对方不仅每个月 有着六千人的退休金 甚至容纳方面 也毫不赦字的老头 考虑到方阿姨年过半百了 才迎来了自己的爱情 家里的人 也都是支持她的选择 看了方阿姨 开她新兴的出嫁 一家人都还在感慨 方阿姨的一员 来得有些迟了 然而 仅仅是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方阿姨的婚姻 就出现了问题 这段婚姻 不仅没有让方阿姨 体会到爱情的甜蜜 甚至成为她最大的过梦 四十万的积蓄 仅仅两年的时间 就化为了乌有 前不久 方阿姨的妓女又生了胎 因为此前的投胎式的女儿 这胎生下来 一看似的男孩 家里人都感到很是高兴 尤其是方阿姨的老伴秦叔 毕竟是自己亲外孙 秦叔对待她很是上心 先不说 在得知孩子出生后一晚上 兴奋地没有睡着 甚至在隔天 准备去看望外孙时 她就对方阿姨 千叮咛万嘱咐 一定要给咱们外孙 准备一个上档兹的见面礼 听闻情书一发安排后 方阿姨瞬间不落一耳 她皱着眉头说 宝秦 上个月 咱们不是才给儿子还了房贷 手里已经剩不了几个钱了 你那里不是还有 二十多万的积蓄吗 咱们都已经结婚了 我的就是你的 千代我女儿 给咱们的生活外孙 咱们都少要表示一下吧 在情书甜言蜜语的公式下 方阿姨即便再怎么不愿意 还是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 给情书的亲爱孙 准备了一个长命锁 一对金手镯 并外还得包了一个一万的大红包 说起来 方阿姨为自己这段迟来的医院 做出了很多的让步 她本以为自己的忍让 能够换回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谁知道换来的 尽之无止境的算计 情书是个早年丧偶的可怜老人 她以前妻共同欲有了一儿一女 当初在亲戚的介绍下 她这才认识方阿姨 情书每个月有着六千的退休金 再加上她的五官虽然不出众 但也还算是俊朗 一看年轻时就剩帅哥 因此对于外貌协会的方阿姨来说 情书是得蛮合适的老半人选 于是一拍即合的两人 在认识四个月后 便领证结婚了 然而两人结婚两个月后 情书的儿子就宣布要结婚买房 需要情书帮自己垫付一下首付 此时情书除了每个月六千的退休金 手里也仅仅只有十几万的积蓄 根本不够房子的首付 看了情书在家里 整日唉声叹气 甚至有时窝在卧室里抽烟着急上火 血压也跟得蹭蹭地往上涨 隔三差五的需要卧病在床 方阿姨的内心也跟得心疼 于是在情书百般诉苦后 方阿姨的恋爱脑犯了 她主动跟情书说自己有四十万的存款 可以先拿出来给情书的儿子应急 好在此时情书比较清醒 她知道方阿姨虽然和自己结婚了 但是女儿儿子都是自己亲生的 方阿姨没必要为自家了事出钱出力 于是情书便推突说 这使不得 咱俩才刚刚结婚 我怎么能花你的钱呢 再说了 我娶你回家 是想得你跟着我过好日子 不是让你跟着我为我家了 是操心的 方阿姨此时却打断了情书的话 说道 什么你的我的 咱俩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那么咱俩就是一家人 你的儿女就是我的儿女 再说了 我现在拿出一部分的钱 给落了应急用 到时落了有钱的再还我不知行了 于是 方阿姨二话不说地 拿出了二十万的积蓄 再加上情书的十二万的积蓄 总算是帮情书的儿子凑够了首付 买了婚房 好在情书的儿子懂得报恩 在买完婚房设立结婚后 还特意买了礼品 带着儿媳回家看望方阿姨和情书 并且让自己的媳妇改口 喊方阿姨妈 这生妈喊得方阿姨心花怒放 于是 她又忍不住给新婚的妓子 拿了六千的大红包 并且将他们小夫妻 当作自己儿子儿媳看待 每次他们回家时 方阿姨都是好吃好喝的伺候 但是半年过去了 情书的儿子始终不肯提二十万的事情 甚至还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方阿姨面前说 方阿姨既然没有自己的儿子 那么她以后就是方阿姨的亲儿子 以后要给方阿姨养老送终的话 既然情书儿子都这么说了 方阿姨也没有什么脸面 在跟她要钱 可她也不想白白将二十万块钱打水漂 于是她就让情书给儿子提一句 询问一下买房的钱什么收还 就算是现在没有钱还 将来也别忘了这一茬 可以先还你她一部分 方阿姨毕竟耽误五十多年的老姑娘 她总觉得靠人不如靠自己 手里握着些钱 她心里能够安稳一些 如今这二十万块钱 她不收回来一些 她心里总感觉不是很踏实 结果当情书给儿子提完后 她儿子隔天就给方阿姨 送来了两万块钱 随后嘴里还冰扬怪气地说了一句 到底不是情妈 看来还是我自作多情了 这年头钱比人重要多了是吧阿姨 方阿姨听了情书儿子的讽刺 心里顿时不舒服了 毕竟此前没有催促她拿钱时 她左一句妈右一句妈 现在她只不过是催了她一句 她竟直接改口喊阿姨了 这样看来自作多情的人 应该是自己才对 是情书儿子将钱看得太重了 也是从这一日开始 情书的儿子也不再回家 看望方阿姨和情书了 就算是偶尔来了 也从不提还钱的事 每次方阿姨学闷时 都只是说有钱的就给 看了儿子疏远了自己情书 也开始跟方阿姨置气 瞒人道 孩子刚结婚你就催了他还钱 你这是将钱看得太重了 一点都不顾及家人的亲情 白白浪费了孩子的一片孝心 起初方阿姨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但是被情书念叨的次数多了 她便觉得或许真的是自己做得过分了 因此在情书拿着自己每月六千的退休金 补贴儿子时 她并不敢多说一句话 只能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 然后每个月靠着自己仅剩的二十万积蓄 维持两人的日常开销 这点儿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那边情书的女儿又来添麻烦了 这次情书明知道自己的钱 都给儿子还房贷了 现在又要掏钱给外孙子买见面礼 范阿姨在给继女的小儿子买完见面礼后 本以为女儿这边就已经没事了 结果情书的女儿在坐月子后 就想要恢复上班工作 继女的公婆年纪都已经大了 根本没有体力来带孙子 所以继女就想得让范阿姨帮自己带孩子 可她不好意思跟范阿姨开口 就让情书给范阿姨说了这件事 然而当情书说起这件事后 范阿姨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本来她自己都没有生过孩子 更别说有带孩子的经验了 再加上她和继女之间并不是亲生母女 这要是给孩子带出一点问题 她该怎么跟继女交代 因此 范阿姨是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寄你的提议 可范阿姨拒绝后 情书的脸色就变了 吉言利色地说道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我的儿女就是你的儿女 帮子女带孩子就是我们当父母的医务 现在你又是怕就怕那了 你生事没帮我们当做家人 范阿姨见情书生气了 便立马解释道 老秦 我没有说我不愿意 主要是我没有经验 怕带不好孩子 而且我是女儿的后妈 跟女儿女婿相处在统一无言下 挺尴尬的 你不能只考虑女儿女婿的情况 也要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 范阿姨解释的合情合理 而且拒绝得很是干脆 情书也不好再读说什么 于是往后的日子里 两人便没有再读说什么 范阿姨见情书不再纠结这一件事了 于是也当这件事过去了 谁知没过多久 情书的一番话 又让他陷入口恼中 这天方阿姨和情书在一起散步聊天 两人又聊到了 关于女儿和外孙的问题 情书说 子女们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帮衬的时候 我们能够帮一把就帮一把 既然现在你不愿意去帮忙带孩子 我女儿现在也没有办法上班了 但咱们就多给她一些生活补助吧 每个月给三千人的生活费 不多吧 范阿姨思索了一番后 也觉得每月三千还说得过去 于是便答应了情书的提议 起初范阿姨以为情书这个提议 是将自己每个月六千的退休金 一分为二给子女个三千元 谁知道 情书竟说 我那六千元的生活费 已经答应给了儿子了 他现在刚结婚买房 正是用钱的时候 我也不好意思跟他提要回来 所以 你看你手里不是还有二十万的积蓄吗 要不这笔钱 就先从你的积蓄里出吧 反正我们现在是他们的长辈 将来咱们老了 他们不会多点你钱的 你现在要钱不要人啊 范阿姨一听就明白 这又是将主意打到了他头上 可是情书说的句句在里 他也没什么可辩解的 毕竟是自己选择在晚年孤独时找个老伴 因此范阿姨只能认命了 范阿姨当初选择找老伴 仅仅是希望排解晚年的孤独感 并且也希望能够在晚年找个依靠 他在结婚初期 也能明白一个后妈什么都不付出 就想要享受妓子 寄你的孝顺和养老 也不太现实 因此他才会答应借给妓子二十万块钱 也会答应给妓女 每个月三千元的生活费 起初范阿姨以为只要自己不给妓子进一天麻烦 这家就会和谐美满 但仅仅是过了几月月的时间 她就明白有些事情她是帮不完的 妓子这边自从她催完还钱的时候 妓子便不再跟她亲近 甚至连回家的次数都在减少了 而妓女这边 在答应了每月给三千元的生活费后 孩子的奶粉钱 药不湿的钱 以及之后情书病了 需要检查住院的钱 都是方阿姨在承担 甚至更过分的是 最近妓子又开始隔三差五地回家要钱 方阿姨有些疑惑地询问她 不是拿着情书每逾六千元的退休金了 怎么还会缺钱呢 妓子则不耐烦地解释说 想要提前还房贷 情书的退休金根本不够 总之 在方阿姨嫁进来后两年的时间里 她四十万的积蓄就这样被陆陆续续算计完了 而且她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能不能靠住妓子妓女 要是万一靠不住 自己这四十万的积蓄就算是打水漂了 方阿姨现在特别后悔晚年结婚了 现在遇到自家侄子侄女还没有结婚 她都经常劝告他们 我当了淡辈子的老姑娘 享受了半生的潇洒人生 晚了突然想起结婚了 我真的是脑子抽风了 也确实 现在方阿姨就像是被情书一家三口给赖上了 每天都要被情书一家人的各种烦心事包围 方阿姨如今想要离婚 但她一想到自己 几乎花完了一辈子的积蓄 就这么近身出户她 怎么样都不甘心 可若是不离婚 她就只能每天担心着自己的钱包 被情书一家三口给掏空了 然后自己被扫地出门 方阿姨的经历让我能看到啊 每个老年人多应待在晚年 得到医友的尊重和关怀 不能让老年婚姻成为他们苦不开言的弱吗